一部好的影视作品 能反映社会问题 并为观众留下思考空间 也带来社会的回响 制作公司由四位合伙人成立 业务内容包括拍摄、影视、设计、动画制作 期望透过作品带出信息是公司的宗旨 未来期望得到业界、观众认同 作品能走出澳门并达到盈利 当初我们来自同一间广告公司 刚刚广告公司退出澳门市场 我们一起失业 心想会否与其帮人做 会否自己组成一个团队 去做影视或做创作工作 四个合伙人都喜欢做创作 或者想想很多想法去做 组成了这间公司 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表示 今期个案主要是社团客户 做一些真实个案 怕承让观众有思考空间的短片 澳门市场虽小 但企业也要靠主题和突出点 才能够突围而出 否则就和其他媒体广告制作公司一样 变成价格、恶性竞争 拓展客源方面 政府、社团和博企 是较大的客户 建议主动联络 尝试制作写实节目 作为年度或规度短性宣传 定期分集播出 可以为公司争取稳定的收入 也可以用类似的制作模式 自制节目 卖给电视台等等的媒体公司 作为他们的外交节目 作为传统媒体 既有新突破 个案公司也有更多的渠道 让外界认识自己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卖点 就是我们四个partner 都是来自广告公司的背景 当我们去做影片的时候 我们不会纯粹帮客户 去完成一支影片 而我们会帮他们想起 影片中如何推出 信息如何说 或者如何得出到 他们想说的东西 这就比较现象 我们不是一间纯影像公司 而是我们有一些广告元素 会混入影像公司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表示 目前户门政府 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 并有不同政策 及资助扶持业界公司 个案公司可以借助政策红利 探讨有关方案 以争取资助 减轻公司的经营压力 个案公司具有自己的经营美念 希望向公众传达有意义的信息 可以在社交网站上面 又或者是藉着项目制作的时候 加入有关的理念 增加社会的关注度 目前大型公司 普遍重视信息发放 对广告动画等等的宣传模式 亦都有进一步的需求 公司可以主动参与政府 专营以及博企的项目招标 以增加客源及提高知名度 达到持续经营及发展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刘丁杰博士 就认为按理企业 要仔细衡量自身的实力 在市场上做灵活的决定 和策略 理想和现实 两者不见得是完全互斥 只是各自比重 占几义 视乎经营者的资源配置 如果国外企业要更多坚持深度话题 重视社会的省私 那就应该尊严专业 深度探讨想要探讨的社会议题 争取专业人士或国际社群的认同 营修或许不会理想 但是坚持下去才有机会 大中华社会这么大 不需要只是以澳门市场作为唯一考虑 按例企业得奖的 旺旺孝亲主题微电影 就是最好的例子 相信如果要更多偏向走理想路线 那就要拍多几部好片 多拿几个奖 才将自己的专业明星打响 相信未来营修自然不用担心 希望令自己 我们这间公司是结解 澳门香港伦敏地区内地 可以受到一定的认可 努力去做多些不同的路线作品 或者做好些作品 就是让澳门更多的故事 可以说出来给人知道